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 耐火材料 感烟探测器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让我们的工作场所变得更加安全 然而 尽管拥有了这些优势 毁灭性的工业火灾还是会发生 当火焰吞噬化学品 塑料和其他当代的物质时 就会将工作场所变成一个可怕的地狱 而这个地狱会迅速扩散 让人立刻致命 最好的灭火方式是预防 但是首先你应该了解是什么引起的燃烧 所有的火都涉及到三个要素 热量 燃料和氧气 缺少任何一个要素 火就不会燃烧 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下每一个要素 首先 热量是一个点火源 许多事物都能产生热量 包括明火 静电 切割和焊接作业 电炉故障 未受保护的热表面 摩擦以及化学反应 火一旦开始燃烧 就会产生更多的热量 火势就会变大 只要有足够的燃料和氧气 火势就会持续扩散 火势就会变大